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分享的视频是如何恢复黑苹果三码的问题。 首先你要确认你自己的黑苹果三码是不是正常,点击菜单栏的小苹果,选择关于本机。 如果你的窗口是这个样子,可以正常的显示Mac的型号、处理器型号和序列号,那说明你的三码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是,那请你认真的看一下视频。 三码到底指的是什么? 记得OpenCore Install Guide里面的配置文档吗? 在Platform Info里,Serial Number,Board Serial,System UUID,这三个统称为三码。 拥有正常的三码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避免封号。 第二,解锁App Store。 第三,解锁iCloud。 第四,解锁iMessage。 Facetime。 第五,开启随航功能。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使用OCC来恢复三码的问题。 点击菜单栏的小苹果,选择关于本机。 如果你看到的界面像这样子,很不幸,你的三码是不正常的。 首先机型没有正确的显示出来。 其次是CPU的型号显示的是未知,序列号也是不正确的,显示的是Default String。 下面我就分享一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其实解决方案也很简单。 今天主要介绍的是OC引导的。 先启动一下,OCC,点击状态栏的OCC图标,挂在EFI分区,输入密码。 打开EFI分区,启动仿达,选择EFI,打开EFI目录,再打开OC目录。 右键点击ConfigPlist,打开方式,选择OpenCore Configurator。 在OCC的窗口,顶部显示的0.7.4,这表示它支持的OC版本号,这个必须和你的OC版本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你的OC是0.7.4,那么,OCC就只能使用支持0.7.4的版本。 如果你使用了不同版本的,OCC编辑了ConfigPlist,那可能会造成一些未知的问题。 轻者就是启动的时候有警告,严重的就不能启动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编辑ConfigPlist文件。 关于三码的配置是在PlatformInfo模块里面。 选择PlatformInfo,机型平台设置。 注意,打开的默认页是在机型页面。 我们切换到第一个页面,DataHub,Generic,PlatformInfomRAM。 关于三码,MLB,System Serial Number,System UUID,你可以自己手动填写。 这里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使用OCC自动生成,选择鼠标的位置,点击下拉选项,你会看到一长长的机型列表。 因为这台机器的硬件和iMac 2019 27寸的非常相近,所以我们选择iMac 19,一是比较合适的。 关于黑苹果,硬件选择和模拟机型,以后我再录专门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这次我们就直接选择iMac 19,一。 Update SMBIOS Mode,修改一下。 选择Create,ROM也需要改一下。 选择来自系统,这里把Hack切换成Mac,然后再点一下生成按钮。 生成了一个新的ROM,其他地方都不用修改了。 OCC软件会自动帮你更新成正确的配置,按Command加S保存一下,然后重启电脑。 重启好了,现在就跳出警告,说iCloud连接不上了,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变更了三码。 你需要把这个电脑重新注册一下。 选择以后,我们先检查一下机型识别是否正常了。 点击菜单栏的小苹果,关于本机,现在看起来就是正确的了。 先看机型iMac 2019 27寸,处理器,3.7,Intel Core i9,序列号,也显示正常了。 下一步,我们处理一下前面的警告问题。 点击菜单栏的小苹果,选择偏号设置,点击Apple ID,点击继续,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继续,输入你Apple ID的密码。 下一步,我开启了双重认证,选择没有收到验证码。 选择发送验证至手机,点击继续。 Apple ID设置就更新好了。 下面演示一下,在苹果的后台,查看你的黑苹果设备是否正常。 先打开Chrome,输入Apple.com,在页面的最底部,找到Manage your Apple ID,点击进入。 在这里登入你的Apple ID,这里就是Apple ID的管理后台。 把页面拉下来。 这里就是你在这个Apple ID下注册的所有设备。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注册的iMac 27寸。 这是一个正常设备的显示。 如果是一个不正常的设备,这里就会显示一个灰色的带问号的图标。 所以,如果你的三码不正确,那苹果是知道的,这样就很容易封你的账号了。 为了避免被封号,首先是要三码正常。 另外,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第一,在这个Apple ID下多注册几个苹果设备。 第二,绑定支付。 这样你的苹果设备就相对安全可靠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观看,拜拜。